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早上去拔智齒,現在有點不舒服 說話可能有些奇怪,請大家見諒 OK,最近義大利知名精品寶格力辱華啦 原因是寶格力官方在非中國境內的網站上 把台灣跟中國分開來並列,搞台獨 因此上了微博勒索 不僅牆內的小粉紅出征之外 連在海外拿著外國身份或者是永居的小粉紅 也跟著出征啊 當然,寶格力很快就跪啦 在11號晚上發出聲明表示 尊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立場 一如既往,堅定不移 海外官網上因疏忽管理 發生店舖地址和地圖標示錯誤 今日啊,我們發現這個錯誤之後 立即糾正,堅決用戶中國領土完整 好,我們現在去寶格力的官網可以看到 恭喜,寶格力已經成功地把台灣改成台灣地區 搞笑啊 小粉紅可以跟我說一下 他上面寫的台灣地區是什麼意思嗎? 來,下面有一個對照圖 就在下面寫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對吧? OK,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理解 因為它是特別行政區 我想請問一下,台灣地區是什麼行政概念? 是一個審,是一個特別行政區 還是說在中國境內 有這麼一個地方叫做地區的 它既不是審,也不是特別行政區 它就叫做地區 然後它有一個地區的長 顯然沒有吧 那這看起來也不是台灣特別行政區 那就只剩下台灣審的選項了對吧? 那如果是台灣審 為何還要分別列出來 應該併入到中國大陸的選項區對不對? 如果台灣審要單獨併列的話 那你是不是應該也要把河北省啊 江蘇省啊,上海市都單獨列出來了 而還有一個很好笑的是 我昨天在網路上看到小粉紅說什麼呢? 金門啊,終於開了麥當勞 不過它的標題叫什麼? 中國台灣福建金門終於開了第一家麥當勞 以前金門很可憐 都只能搖搖看著廈門有麥當勞 現在中國台灣福建金門人終於有麥當勞了 你在分裂啊 按照你們的邏輯 台灣怎麼會是福建的呢? 按照你們的邏輯 福建是台灣省的是嗎? 金門是台灣省的是嗎? 所以我說包含這個寶格力 到你們說的 中國台灣福建金門 你們都很錯亂耶 而你們去出征一個你們平時根本買不起 也不會買的產品 對不對? 就像我 其實無所謂寶格力怎麼稱呼台灣啊 因為我不會去買 我就是不是他的受重 你知道嗎? 我建議以後各個大品牌啊 可以推出一個線上投訴的管道 要附上發票喔 跟購買日期 小粉紅如果重複使用這張發票 什麼意思呢? 可能有一個小粉紅 他合資去買的這個 因為他要投訴嘛 對吧? 那他會在群組裡面傳給其他小粉紅 20個小粉紅都拿這張發票去投訴 所以你要避免掉這個狀況 所以你就要用一個QR Code 上傳了就只能投訴一次 一個人綁另一個手機 對不對? 這樣起碼是自己的顧客投訴自己 不會是根本連買都不會買 或是買不起的小粉紅在鬧 對吧? 參考一下吧 那你以為小粉紅的下線只有這樣嗎? 欸不是喔 現在小粉紅還紛紛要求 曾經為寶格力代言過的明星表態 像是舒淇 柴依菲等等等十多位藝人 那劉依菲就更扯了 人家是美國人 那人民日報還不滿意啊 發文痛罵寶格力說什麼呢? 這份聲明是不是專門給我們中國人看的呢? 中國做一套 海外所有地區的做一套 你知道就好啦 中國的紅線不能踩 底線不能踩 原則問題不容打馬虎嚴 你們這個用詞真的 讓我很想省去掉虎這個字 你知道嗎?中國一點都不能少 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佩洛西踩了 麥卡錫也踩了 而我也踩了 對不對? 7月10號 一位中國網友把我花蓮旅遊的影片 上傳到中國境內的平台上 完全沒有提到政治喔 結果無法上架 中共黨支部給出的理由是什麼呢? 我是劣跡藝人跟邪教人物 感謝貴國給我的榮耀啊 我去美國各大需要填寫國籍的地方 都有台灣的選項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台灣跟中共 果是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護照 來趕快去抵制美國 讓所有造家人的孩子跟親父 都撤離天天碰碰碰的地方 尤其是加州二彎這個地方 司馬南的家人跟華春瑩的家人 先離開吧 先離開這個搞台獨的國家吧 我們說到中國剛剛講的 紅線不能碰 底線不能踩 究竟還有誰踩了? 就是越南 中國電視劇相風而行畫面中出現了九段線的地圖 被越南給下架了 原因是因為越南跟中國在海南有領土領海的爭議 那中共認為自古以來那個地方是屬於中國的 那越南認為那個是屬於越南的 所以啊 他就把中國電視劇給下架了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而越南政府目前打算推廣什麼呢? 鼓勵越南民眾 勇越檢舉中國吃豆腐的任何圖文或是任何行為 我只能說 幹得漂亮 越南啊 我期待你真正日上在未來十年內經濟超越中國 這裡必須給大家科普一下 大陸這片土地上 自古以來有成立過的國家 蠻多都曾經想要或是直接入侵過越南 試圖統治他們 小粉紅不是常常說台灣的一小部分區域被鄭成功統治過 所以台灣是中國的 好按你這個邏輯的話 你知道越南在明帝國時代啊 從朱棣開始也曾經被統治將近二十多年 之後有反民勢力崛起 你們所謂的這個分裂勢力啊 閱讀分子把明帝國趕出了越南 那按理來說 鄭成功比起朱棣 鄭成功還不算是皇室政統對吧 雖然他被封為國姓爺 或是所謂的嚴平郡王 但朱棣身上流的血脈 才是民視政統 所以比起合法性 你武統越南比武統台灣更有說服力吧 對不對 快去吧 影片到這裡 先來感謝本集的贊助商 Subshock VPN 強大的Subshock VPN 不只是你連線加密的好夥伴 除了提供網路跨區的功能 及保護網路使用環境外 Subshock旗下的Subshock Antivirus 提供了全面檔案檢測 避免釣魚文件或木碼程式 藏你在信件或是壓縮檔案之中 保護你的電子設備不受侵害 除了能自訂排程定期掃描之外啊 包含有網路連線的攝影鏡頭 都替你把關 不讓有心人士輕易的獲取授權 及非法的監控 信用卡密碼都已經存在手機或是電腦之中 有心人士想透過沒有安全防護的網路使用 取得帳戶密碼進行盜刷 但透過Subshock Alert的警示系統 利用即時的檢測機制 第一時間提醒大家潛在的風險 只要使用我們的優惠碼 FUN TV 享有專屬優惠 訂購兩年方案 再來送三個月的免費使用 30天內可以無條件退款 趕緊透過資訊欄的連結 瞭解一下Subshock VPN吧 好,我們回到正題 那影片的最後還是要說個更暖心的 大家都知道李毅吧 愛國大V國師級的人物啊 之前一直嚷嚷說什麼呢 不計代價犧牲7億中國人也要打台灣 他前幾天又發作啦 他說什麼呢 如果全面戰爭開打 要把日本從地圖上抹去 歐美合計犧牲8億 日本1億共9億 反正我中國有14億 什麼不搶人最多 犧牲13億我還有1億人 跟歐美槓上 因為歐美不敢跟我槓 但我又敢玩 因為中國人沒有投訴的權利 沒有投票的權利 但是啊 這次李毅特別說了什麼 他要求中共黨員啊 帶頭衝鋒做表率 要求中共黨員家裡 至少要推出一個男丁去打戰 沒兒子的就女婿上 沒有女婿的就外申或是子子上 沒有外申或是子子的 你自己就上 而他還說什麼呢 北京要出3萬趕死隊 上海要出2萬趕死隊 廣州出1萬 各省級城市2、3、4縣以下的城市 至少出5千 並且3天內拿下台灣 與世界開戰 我估計讓中國統治世界50年 你是不是要去打外星人啊 搞笑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條影片 中國打全面戰爭的話 其他方面不敢講 中國在壯兵和人力方面 絕對拿到那一輪 會是第一點 第二點 中國有9千萬共產黨 7千萬共青團員 首先現任不省軍事項領導幹部 人家出一個壯兵 有兒子上兒子 沒兒子上女婿 沒有兒子女婿 上出國下外星 至少的 北京出3萬人趕死隊 上海出2萬人上海趕死隊 好看到這裡我只是想要問 李毅你家出幾個趕死隊呢 小粉 你們國內已經有這種大V級的國師 站出來了 現在就差你們啦 紫倩東風啦 你們快出來幫他背書 舉辦遊行 對吧 把他拱為國師 然後他在這個中南海前面有這個 演講 去中南海前面抗議 實踐你們偉大中國復興九段線的夢 這是剛好是個機會啊 反正你們舉辦這個遊行 把他拱上來有鍋他杯嘛 但我希望你們不敢 蘇辣慫 絕對沒有小粉紅敢 要是你們敢的話 我送你們一件衣服啦 好不好 還沒購買我們最新衣服的 趕快看這條影片 好 越早購買了 周邊送越多 都是精美小周邊禮品啊 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角 下次再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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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